大家可能平常看我修的最多的盘 还是一些国际知名品牌的硬盘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一块 国际不知名品牌的硬盘 根据这名网友的描述 这块盘是他买电脑的时候 直接在商家那边进行扩容的 简单来说 假设这台电脑原机自带的盘 是512G的 在一些电商平台上 是可以通过补差价的形式进行升级的 如果恰好遇到有活动 商家有可能会免费给你升级 良心的商家可能会给你 直接上国际知名品牌硬盘了 如果是走性价比路线的 那应该就是类似于我今天手上这一款了 当然我并不针对任何品牌 电脑的型号我就不说了 因为我今天只是收到了这块硬盘 来做资料恢复的 根据机组之前提供的电脑型号 如果他现在用的是原机自带的硬盘 那百分百是带bitlock加密的 不过他这一块是升级过一次的 也有可能不带bitlock 其实大部分网友是真的不知道 电脑就会默认出厂 给你开全盘加密这种骚操作在里面 如果这一块盘是在加密的情况下 就算我把它修好放回原机 那它里面的数据肯定也是锁死状态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名机主已经换了一块新的硬盘 并且又重装过系统了 假设这一块盘是出厂自带的原机硬盘 在这种情况下 我是百分百不会接的 不过因为这一个盘是后面升级过的 它有可能不带加密 所以我决定来赌一把运气 说了这么多 其实就是想让大家明白一个道理 恢复密钥非常重要 就是新款的电脑 如果硬盘坏了 需要提取里面的资料 在没有弄清楚硬盘是否加密之前 千万不要尝试重装系统 或者重置BUS更换硬盘这种操作 这种操作百分百会把原有的数据给锁死的 刚试了一下 现在这一个盘短接也是没有任何反应的 如果正常的情况下 这边短接应该会出现一个路路模式 也就是一G的分区 这块盘应该是短路了 这个电流直接飙到0.6 正常来说 这个盘的上电电流应该在0.3左右的 我们先给它脱掉这一个外衣 然后再给它做一次全身体检 这边我刚一上电 就直接出现了一个小太阳 这里在发烫啊 这是一个电源的芯片啊 难道是电源芯片挂了 我们先把这个电源芯片拿掉 再来测量一下周围 刚测量了一下 主供电3.3V这里是没有短路的 反而VCCQ短路了 这里的主值只有50多欧啊 正常这里是几千欧的 这一个是核心的供电 分别给颗粒以及主控进行供电 运气不好的话 颗粒可能会被一波带走 运气好一点的话 可能是坏主控 或者是旁边的某个滤波电容 一个一个检查 效率实在是太低了 毕竟像这种2263XT的主控板 我这边随手就能翻到 这一个板子我已经测试过了 百分百八好的 我们直接把这两个颗粒给它干上去 这样就可以不用管它是主控短路 还是电容短路了 主控板换完 这边还是没有成功识别到啊 这是正常的 有可能还需要重建一下翻译器 毕竟这个主控是换过的 我们现在来直接给它重建吧 直接给它加一个固件进来 然后再重建一下这个翻译器 这个建立过程可能需要一点时间 硬盘这边我已经给它全部滤完了 幸运的是多亏了这一次硬盘升级 这些分区都是不加密状态的 如果这块盘是原机自带的话 那十有八九到这一步就无法继续进行下去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摄像头品牌的固态 没错滑紫牌的 这名网友还给这个盘配了一个 华硕TUF的硬盘盒 我已经给它卸掉了 为什么我看到这里 总有一种屡不起狗的感觉 这个盒子的成本 估计能买两块这样的盘了 我们先来检查一下 这个盘会不会跟上一个一样 存在短路的情况 硬盘的电流是正常的 并且有跳动 所以我又检查了一下 这个硬盘的颗粒信息 我发现它是左右更少了一个ID 这一块盘的容量它是256G的 一共有两个颗粒 根据这个颗粒查询到的信息 完整情况下 它应该是有四组ID的 像这种缺ID的 有可能是颗粒的问题 也有可能是主控 或者是主控板上面的问题 那应该如何判断 哪个地方坏的概率比较高呢 我们可以给它来一个排除法 假设是颗粒的问题 一般缺ID的地方是纵向 或者是这样横向的 要么就是单独缺少其中某一个 而这一个盘 它是这样斜着缺少的 而且还是同时缺了两个 所以就剩下主板 或者是主控的问题了 所以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排查一下 假设是主板的问题 一般像不通电 或者是存在明显的外伤情况下 我才会怀疑是主板有问题啊 所以现在就只剩下主控了 那我们直接给这一个主控来干一泡 上点油加焊一下看看吧 这一个盘有可能加焊以后会减漏啊 主控干嘛 这个ID怎么变得更傻了我去 刚才还有两个 现在只剩下一个了 应该还是主控的问题啊 我们再把这个主控重置一遍看看吧 当我把这一个主控以及颗粒拆下来的时候 我发现一个比较震惊的情况 这两个颗粒的焊盘 以及主控的焊盘 全部都是掉点啊 现在真的是主板问题了 说实话 这个情况绝对是在我意料之外的 有可能这个盘之前是受到外力的挤压 才导致它掉点的 因为这一块板子 它是向下凹陷状的 这一个板子现在肯定是不能要了 我们直接给它换一个全新的料板吧 这一次我是把它原来的主控以及颗粒 全部换到了我这个包好的底板上 不过很可惜 我并没有轻松剪漏 因为这一个除了焊盘掉点问题以外 原始故障还是掉固件的 因为我又看了一下这个盘的颗粒ID 这里四组颗粒ID 全部都是可以正常识别到的 这个盘只能待会再给它重建一下翻译器 来读取里面的资料了 果然能剪漏的盘还是少数啊